来,36题 那个数线上四个点 ABC珠 那如果AB比上B珠是 2比3,他比他 2比3 然后呢 AC比上C珠 是7比5 好,AC比上C珠 叫做7比上5 那请问你 AB比上C珠是多少 这个题目怎么用 你有看到我上面写一个最小公表 公倍数的活用 好,跟最小公倍数有什么关系啊 你去想 A珠的长度 以黄色来讲是5分 再来 A珠的长度 以紫色来讲叫做12分 那 5跟12不就代表 同一个长度吗 所以我们就把它们放大 5跟12的最小公倍数叫做60 也就是都把它们变成 60分 OK吗 什么叫做60分 这个是A 这个叫做珠 这是B 这是C 以黄色来讲 2加3是5 5要变成60是乘上12倍 所以我就把它乘12倍 这里是24比上36 好,所以我就可以写出 好,等一下上面也先做 对不起 7比5 5,735 5,5,25 你看哦 我现在的那个 总长度是不是都一样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写 那A,B其实就是24分 那B,C呢 B,C这一段就是用35扣掉24 11分 那C珠呢 C珠是不是就直接 C珠就直接这里 好,55 25分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三个的长度 就都出来了 OK 那A,B比上C珠 24比上25 所以答案是C